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金融市中正公园上方的祖谱坛 正在盛大举办普渡祭典 广邀各方好兄弟前来享用民间供奉 也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今天晚上也是我们中元祭科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所以今天晚上是进行祭拜祭祀的一个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丰盛的这些祭品 那这个晚上的祭祀的仪式是完整科宜的一个展现 所以也是整个中元祭的一个精华 然后我想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祖谷坛 这个张灯结彩 我相信所有的好兄弟老大公 可以来领受我们的诚心跟诚意 今天是我们农历的七月十五 也是一般性的就是说普渡普渡 那今年我们基隆中元祭的植栋 是我们黄信中兴会 我们黄主任委员带领下来 那昨天放水灯嘛 那今天就是祖谷坛的普渡 那这个是遵照每一年的这个科宜 过予不可缺的 所以今年黄信中兴会 办的特别的这个隆重 澎湃的中西式餐点 与精致逼争的看桌米雕 让民众大开眼界 其中有一棚祭拜的竟然是奶粉奶瓶 还有机器人汽车 啤球及洋娃娃等各式各样小孩玩具 原来这是今年黄信中兴会新设的婴儿谱 希望季隆人的慈悲心 能照顾到所有年龄城的好兄弟 今年还有非常特别 就是针对有一些比较早邀的 我们这些这个baby 然后这个其实今年的中兴会也特别 被天敏把这部分的一个贡品 把它这个规划出来 所以今年有特别有这个区域 农众的普渡庆典 加上光彩绚烂的祖谱坛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让现场宛如不夜城 有位传承百年的基隆中原季活动 带来另一波高潮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在基辅公路通车后 暖暖东市街的道路状况 引起了地方重视 基隆市政府从109年起 开始以示范道路的标准 推动东市街改善计划 8月12号晚上起 进行最后两阶段的跑铺工程 希望提供民众一条舒适 且安全的道路环境 巨大的施工声中 暴路机将原有路面爆除 这里是暖暖东市街 正在进行道路爆铺工程 这条衔接基辅公路的主要干道 平日车流量相当大 基隆市政府从109年起 开始以示范道路的标准 进行改善工程 8月12号晚上起 进入最后阶段的爆铺作业 工程内容为道路AC 冲爆加铺10公分 不但提升路面品质大国际标准 并进行人形空间串联 及周遭排水设施改善 希望提供暖暖民众 舒适且安全的道路环境 我们在109年开始进行 东市街的整个改善的一个工程 作为一个示范道路的 这样的标准来进行 所以这几年 我们暖暖区域的民众 大家也辛苦忍耐了许久 不过忍耐等待是有代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路面下面的五大管线 全部做了这个重新的一个整理 并且把路基做了大幅的一个改善 所以接下来的整个东市街的道路的品质 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会非常的平顺 对于期待已久的东市街改善工程 进入最后一里路 地方里长几段暖区三位市议员都非常肯定 不过对于圣光堂旁三根电线杆 无法一并下地直言 有点遗憾 也要求东市街道路重铺后 一定要做到两年内不能再挖入的承诺 花了八年 那终于这个零K到2.5K这边可以解决 那这一段时间真的有些市长 在本来从两千万开始一直要 要到一亿市 那这也是光这些的 这些的薄油部分就是几千多万 我想这个在大家 对这条路也忍耐很久 那我们大部分的工程的经费都放在 那个路基改善 这件事情也是合理的 那所以现在就会是说期待 我们这个0到1.2K的部分做完了之后 后面还有机会可以延伸 因为它终究是整条那个台二丙线 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完全 完全做到那个电缆拔除跟电缆下地 一年半以来 我们跟科长跟委员办公室 办了超过五次以上的县长会刊 那最后还是卡在经费上的问题 没办法试做 那我希望说现在已经没办法 因为现在路要扑下去了 那就是说希望说之后还是在找尋经费 来做这一条 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是希望说这个铺完之后 成都刚才很多理事长跟理事长讲的 我们希望说这条道路可以在两年内 我们一定要强力严格的监督 说两年内不得再任意开挖 协助争取中央补助东四街改善经费的 立法人蔡适应者表示 将要求公路总局比照基辅公路 新北市路段的模式接管东四街 以立后续管理维护 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一些 小的部分没办法完成 那主要就是在东四街26巷左右 这个地方电感下跌的问题 因为当时台电跟市政府 对于路线的一些规划 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没办法处理 那我想说未来这条路 因为是省到台二丙线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还是会聚集来协调 公路总局来接收这条道路 那未来由公路总局来全权管理 这次道路爆铺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从镇农二号桥口 至东四街26巷口 第二阶段则由东四街26巷口 到水源桥头 全长约960公尺 为避免对交通产生太大冲击 施工时间从晚上8点 一直到隔天早上7点 预计最快 星期一上班日就可以全部完成 施工期间也提醒用路人配合 改道行驶 东四街站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基隆新山水库的蓄水量不到六成 中正区新一区这两区的部分社区 已经发生停水状况 水公司除了紧急调整 调度支援高地供水外 也在16处设置取水站 水公司方面强调 如果再不下雨 将采取第二阶段的限水措施 呼吁市民节约用水共渡难关 主要的充满过水量是大概9600万吨 现在是76米多 76米大概是570几万吨 二分之一 对 现在主要是说 基隆河的水源估解 我们现在基隆市的市民 几乎都靠这个水库的3至1 新山净水厂厂厂厂 特别向前来关心的立法人蔡慎 与多位市员说明 目前新山水库蓄水量已不到六成 由于基隆主要水源供疗 橡皮坝与基隆河快两个月 没有有效降雨 加上中原季期间 普渡济市等用水量大增 基隆出现缺水危机 由于基隆地区 很多天都没有下雨 目前支援基隆地区的供疗 供疗的水源部分 原本供应量大概是5万 现在大概剩下2万 差异量就3万 那原本这个差异量的话 那我我们就有那个细子 这边增加它的台北的供水量 由原本的2万支援量 现在支援到7.5万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差这个差异的5万 我们尽量来基隆市来做 做整体的一个调配 包括中正区与新一区 已经有多个社区出现停水状况 立法人蔡市印特别前来关心 了解水公司因应措施 并呼吁跨县市合作解决缺水危机 像我们现在使用用水的部分 其实是透过基隆市跟新北市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水源的取水 那就如同我们的用电一样 之前的协和电厂的用电 事实上也是大台北地区 整体的用电的共同协调来合作 所以不论水或电 基本上都是属于共同 在大台北都会区里面共同使用的 应该不分你我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 水公司也会说明到 就是台北新北跟基隆 三个城市叫节约合作来用水 那这个其实代表着 我们北北基 在许多关心民生的议题部分 是共同来合作 对此自来水公司 第一区管理处方面说明 已经紧急调度支援高地供水 并增设16个取水站供民众取水 如果再持续不下雨 将进入第二阶段 采取分区限水等措施 高地区管磨的部分 我们尽量就是用水车来配合 这样老百姓才不会产生 你事实上用水的这个困难 如果说在20几天没有下雨的话 我们大概会做第二阶段的一个措施 包括所谓区域的一个减压供水的一个部分 还有夜间 夜间大概几乎就是更压力更是调整 据了解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李嘉隆 已进驻基隆前进指挥所 是这几天进出水量变化 滚动式调整相关措施 也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共度缺水难关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市议员张炳钧成功争取台电协和发电厂 后资400万元左右 重新彩绘已经脏乌斑驳的外木山油巢围墙 让这围墙幻蓝一新成为地方的观光景点 每逢夏天一到外木山海域 总是充满男女老幼玩水细水的人潮 再加上自行车道的拓宽让外木山已经成为基隆著名的观光景点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更成功争取台电协和发电厂 耗资400万元左右 重新彩绘已经脏乌斑驳的外木山油槽围墙幻蓝一新 为地方这个观光景点加分不少 当地文化里里长李立真 以及协和里里长张忠信两位里长 和当地信仰中心协安公主委同在天 对于新的围墙彩绘都感到满意和肯定 也感谢张炳钧议员的努力 将会一起合作维护这里的环境 更希望持续带动外木山的观光活动 促进地方发展 这个彩绘 旅客都很喜欢到这边来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文化里的路口 那边的围墙 也是需要说北关处来帮忙我们 来把它整修 因为那路口是我们观光的主要的路口围带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的 这一个人形的透焊工程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受到 所有来访的民众的一个肯定 那今天的主题在于 我身后的这一整面的一个彩绘 它更增加了一些 更加让人赏心悦目的景点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民众 来这边休闲 再次感谢 其实想要让我们万木山的风景区变得更好 变更漂亮 一直是我跟张中兴旅长 李立正旅长共同的目标 那其实我们也在今年暑假的时候 来去争取了我们围墙的彩绘 包含我们海星平台的修缮 还有我们的万木山厕所的提早的开放 我们都是希望提供给 不管是游客或游客 更好的游水的环境 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持续争取 我们也希望游巢拆掉之后 它可以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包含像我们的万木山有海上王爷记 它也是相当受到民众的喜欢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把这整个万木山的风景区 整体规划 然后让它成为基隆最棒玩水游气的好地方 不管是龙虾还是大船 围墙上面每一幅彩绘高度都超过两公尺以上 张炳军议员进一步表示 目前已经争取北关处维修这里老旧腐蚀的平台 维护民众的安全 让大家安全玩水 也享受外木山无敌的山海风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百年中元代代相传 百年中元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元纪 黄姓祖朴隆重登场 在台湾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鸣与智慧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元纪黄姓祖朴隆重登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为在七独主寺玄天上帝的北极宫 决定把上千金 普度败败的白米 及两百人份左右的民生物资 全数捐给七独区的洛世家户及孤儿院 来帮助民众 为在七独主寺玄天上帝的北极宫 举行普度仪式 并且决定把上千金 普度败败用的白米 以及两百人份左右的各项民生物资 全数捐给七独区的洛世家户 帮助民众 到现场和民众一起参加普度的激动市议员张耿辉和杨秀玉 也都非常肯定 并且感谢庙方和信徒们的善心 耿慧在这边特别要感谢 也肯定我们北极宫 在历练的主委 及现任的公主带领下 我相信他们从事的公益活动也蛮多的 而且北极宫一直向来都很低调 他们在慈善功德会也成立了一阵子 那这一次能够利用我们中原普渡 集合我们这个善心人士跟企业团体 还有这个师兄师姐的那个普渡的物资 能够把它发挥到零零尽致 那分送给我们社区的各里的一些低收入 甚至于孤儿宴等等 所以可贵在这边也呼吁 我们更多的善心人士 共同能够来相应 尤其利用这些物资来帮助更多的人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李主委 他真的是他的善心意举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说是 我们大街小巷很多的相亲都知道 他平常都有在为相亲在服务 包括很多的一些个案都有在帮忙 那他们的这个慈善功德会 今天就是他们今天因为中原普渡拜拜 那有一些普渡的一些贡品 那会提供给这些就是需要的一些相亲 来协助他们 那谢谢我们的李主委你的发心 我代表我们七独的相亲 还有我们金融市的市民 来感谢你 北极公公主进一步表示 只要七独区礼办公室 有跟庙方接洽确认 需要普渡公平帮助弱势民众 庙方就会派车运送到礼办公室 请里长们协助发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七独有一间月子餐公司突然倒闭 公司负责人也完全联络不上 现在员工和上游厂商在议员郑文婷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出面控诉该收到的款项薪水还有资钱费 全都没有收到 可无事情赶快面对 十多位员工在议员郑文婷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控诉公司负责人恶性倒闭 必不见面 上个月公司登记的负责人 卢先生就突然跑到厨房 跟厨师们 在场的厨师还有其他员工 总共五位 跟他们说公司只有营业到 七月三十一号 那也同时跟这些员工讲说 那没有来的员工或不在场的员工 你们在自己跟这些员工讲 而不是由老板来向员工说明说 公司无法经营或者是什么原因 所以导致七月三十一号 他们就必须要停止营业 七月底负责人告知员工 公司只营业到月底 让员工相当错愕 更不解的是 公司负责人跳过会计 带着大小张 向已经收款的厂商再次收款 七月二十号的时候 公司的负责人突然请我们的员工 跟所有合作的厂商说 我们七月二十一开始就不要再接餐 不要再有就是跟这些厂商做合作的动作 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发生了 就是他跳过会计 自己去领取货款的事情 我们员工觉得公司的状况 实在是有点奇怪 所以我们才要求 就是负责人跟我们召开那个老师会议 对那他是在老师会议中就是一直承诺我们说他八月三号跟八月五号会跟我们进行日前费的协商 对然后就是发现时间到了发现他们款项没有进来 然后才察觉到说有这个问题 实际打给公司负责人 手机已经转为空号 来到月子餐公司大门已经拉下铁门 但外头摆放着送餐袋子已经没有在营运 所以没有任何异状 感觉是没有 感觉没有 然后这个礼拜怎么空空的就觉得 我以为他是休息 可是昨天才看到脸书才说 什么什么怪怪的 好像什么 拘欠员工薪水 对啊 所以很惊讶就觉得 对啊惊讶啊 在员工的薪水的部分 其实金额并不大 总共只有20位员工 7月份薪水 加上资钱费总共大概160万而已 他们基欠上游厂商的货款也不多 大概才150万 而且这家公司 他还有应收账款 大概167万多可以收 那么8月1号公司的股东 有拜托公司的会计小姐 回去公司帮忙整理账务 8月1号会计回到公司 还可以进入公司的银行系统 当时公司的存款余额 还有190多万 可是到了当天下午 却莫名其妙被转走 会计小姐发现之后 赶快跟股东这边来做一个报告 结果第二天8月2号 他在进公司的时候 他的权限就被锁住了 所以员工这边 可以确信的是 公司一定有足够的款项 可以来清偿货款 也有足够的款项 可以来还给员工薪资 以及他们的支减费 可是现在这两位负责人 却并不见面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 这边的洗碗阿姨也是 薪水到后面碗也是在洗 还是两个人在洗 对我甚至有三个人在洗的时候 可见我的碗的量是大的 对我不可能没有餐吧 那这些阿姨都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努力的在洗 甚至这阿姨洗到晚上10点 这个阿姨洗到晚上10点 然后他们现在连薪水都拿不到 20位员工拿不到薪水 合资减费大约160万元 加上基欠厂商的货款150万元 已经委托好律师准备提告 讨回他们应有了权利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 基隆和平岛的岸边 出现了清零鱼群发生暴动 跳到岸上来的现象 引发了网络热烈讨论 根据当地居民表示 每年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专家指出清零鱼有趋光特性 可能是被岸边的灯光吸引 也可能是受天后影响 和平岛岸边 数千条小鱼疯狂的跳上岸 纷纷在水泥路面扭动 发出闪闪的白光 而海面上也有鱼群争相推挤 这奇妙的景象 当地民众说每年夏天都会发生 每年差不多这个时间都会 量多少而已 对 渔船只要过去它就 吓到就跳了 台湾沿海早期 在春天的时候会有很多 零岸边身高 甚至还有一些另外一种鱼叫做 日本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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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在春天的时候它都会 靠近岸边 尤其那种鱼 主要都是其他一些 大型猎食性的 鱼种的一些食物 那有往往他們大魚在後面追趕的時候 那些小魚 哭鵝鵝也好 青青蘭納也好 他們驚慌的時候都會跳到岸上來 那就在我們很小的時候 以前在漁村的時候 只要拿個掃把笨斗 我們就在岸邊就可以把它掃起來 我們就可以撿到很多 甚至有些婆婆媽媽拿著家裡的鍋子 塑膠袋 去海邊捲 隨便捲就有 那一般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在撿到這種陳蘭納魚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它來當成釣 河冰島岸邊出現的奇景 民眾很好奇 但當地的居民說 這種魚是青林魚 夏天都會回遊到北海岸 因為有趨光性 加上天氣影響 才會紛紛跳出水面 青林魚它是有很強的趨光性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它是在岸邊 岸邊應該是 而且是晚上有路燈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趨光的特性 造成了它跳躍上來 這個我們 所以捕撈這個青林的時候 這個陳蘭納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是用燈光來給予它 讓它靠近 群群然後這樣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過去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 颱風來的時候 它會很容易靜暗 魚因為它有側線 它會感覺到海洋上面 有產生了一些異動 那這些魚它就會開始 最近不是開始要有颱風了嗎 所以它可能感覺到 可能有颱風 所以整個這個湧浪 或怎麼樣就造成 它會比較靜暗 那靜暗的時候呢 又加上這個旁邊有這個路燈 那它的這個趨光的特性 所以造成了它可能 會有這個很活躍的這個行動 那至於這個跳躍 到底是因為受到驚嚇呢 還是因為漆光特性 這個可能還要再去做研究了 專家表示 究竟是受到驚嚇 或者是燈光的吸引 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而清零魚紛紛跳上岸的景象 也讓人讚嘆 大自然好奧妙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2022城市博覽會舉辦期間 最受民眾歡迎的 著名人間系列 12座紳士雕像 預計10月 將再次現身 基隆國門廣 基隆市政府 希望把著名美術館的 藝術教育資源 延伸到基隆 2022城市博覽會期間 位於基隆國門廣的 這12座身形各異的 身世雕像 因為撐著傘 拖著行李箱的外型 與基隆港灣城市意象 意外契合而爆紅 成為最多遊客 拍照打卡的景點 在展期結束時 更引發 希望能將雕像 長流基隆的呼聲 經過基隆市政府 與住民美術館雙方 多次討論後 傳出好消息 身世雕像 渴望在10月份 重返基隆國門廣 市長特別指示 那我們跟住民美術館 來做一個討論 怎麼讓這個 人間系列的身世呢 能夠回到 這個國門廣場 那這一次 我們也特別 跟住民美術館 來做一些商議 所以目前呢 合作的方向 應該是不僅僅是 讓這個 身世的雕塑品 回到我們的國門廣場 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 把這個住民美術館的 這樣的一個 藝術教育 跟美的教育 能夠延伸 讓基隆的小朋友 都有機會 可以來這個 住民美術館 不僅是參觀 或者是 這個手作的體驗 所以這個部分呢 相關的合作事項 我們正在商議中 那我們目前 預定的騎乘 會在10月份 能夠讓這個 我們的 住民美術館的 這樣的這個雕塑 來回到我們的 國門廣場 至於是採取 期間限定的 展出模式 還是能長久保留 負責與住民美術館洽談的 金融市政府觀光 及城市行銷處方面 也做出回應 我們之前的合作模式 是10天 那這10天是以 借展的概念 所以我們10天到了以後 這個展是必須要 這個回去 住民美術館 那因為這個 住民老師的這個作品 其實 每做的藝術品的這個價值 當然是不菲啦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討論一個 最適當的方案 能夠讓這個 紳士呢 回到國門廣場 記者張啟騰 進行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 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 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集大 我們下集大 約六個月 我們下集大 我們下集大